- 歡迎收看新車視訊 這邊是小獅跟我們的丹尼Boy 這次我們要帶大家看什麼車 這次是星際戰警 是星際戰警嗎 星際終結者 IT4 浮屍的電動車 有沒有請妹妹 這個就沒有了 浮屍咧 賣這麼多的 人士高達都有請修高的義務嗎 當然有主持人嘛 好 那有沒有小獎品 小禮品是這個 這什麼 小小的背包 送背包是要有跑路是不是 開箱一下 這是側背包的那種啦 輕便型的 對 它只有一條線的啦 好不好 一個小側背包啦 還不錯啦 阿哲去看棒球的時候 裡面可以放私人物品 但是這個看棒球當然可以看副棒的 因為藍色 阿哲不可以 阿哲很大 不可以用這個 阿哲是兄弟齊心嘛 只愛短精嘛 兄弟齊心 阿坤下一句是什麼 大家都愛轉金 有沒有跟公關 公關接 有沒有 太多人了 公關都在跟家人携帥 我就先拍 所以我說你以後名片要帶著 下次我要問你 名片有沒有發成功 發一張出去回來 獎金50塊 好像路邊那個發房子的廣告 對啊 阿以前就是怎樣 騎摩托車發船帶有沒有 騎到那個 中港大牌水溝有沒有 正帶王水溝 對 要不然就是怎樣 那個騎摩托車到最後有沒有 一戶都抓一把塞進去 哈哈哈哈哈哈 抓起來就塞 抓起來就塞 一直塞一直塞 歐北基林塞喔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啦 是ID4跟ID5啦 ID5就是ID4的鞋背板 福斯首款電動休旅來了 欸是首款喔 原來福斯還沒有出過電動休旅喔 福斯電動車還沒有進過嗎 好像還沒有 我到現在才發現好像沒有這件事情 他還驕傲的擁有德國製造的標誌 原自德國 德製造車工藝傳承 每次我看他們這樣寫我都很怕 我都會想說那是不是就是不是德國做的 很怕文字遊戲 可是他這裡有寫Made in January 所以應該是德國做的啦 側面 這是防滑材質是不是 小厚 不過我現在這個從前面的葉子板 看起來有一點圓潤感 不像它的提罐是那種剛硬的感覺 古老啦 我們對於這個福斯的造車的感覺 不管是購服啊提罐啊 都給人比較一種堅硬剛硬的感覺 然後它側面呢 跟我們上次看徐哥有打一樣 它從A柱到C柱到車頂這個線條 都是用有點類似銀色的這種烤漆 然後車頂都用全黑的設計 它有全景天窗 這個是全景天窗 所以延續到後面的尾翼全部都是黑色的 側面你看這樣都跳了三個顏色 然後它的這個圓的W的這個Mark 跟這個四代的服飾一樣 線條有穿插過它的Logo 然後下面寫一個ID.4 PRO-S 喔這好像不會出手機了 PRO-MAX 可是它PRO-S是它的第一個出階的版本 所以它的PRO-S是比較便宜的 出階版就對了 不過它這個防滑材質變同色系耶 所以是因為它是ID.5嗎 還是因為等級比較高的會有同色系 它是ID.5 它是ID.5就會這樣 然後它這個就覺得蠻特別的耶 腰線往上的感覺 屁股有點翹上來的感覺 然後這個尾翼從玻璃這邊這樣過來 有點像日時的感覺 跨過玻璃的尾翼 ID.4 ID.5分別有PRO-S跟GTX車型 GTX就比較高等級的 算是性能版 全車系標配IQ-Light 智慧燈組 動態頭燈智慧切換 自動頭燈遠光燈切換 還有3D的幾何序列式的動態尾燈 連貫飾的日行 跟那個Golf一樣 不過我覺得它這裡有一個還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很多電動車 水箱護照的地方會做得很突兀很奇怪 但它這台車的水箱護照蓋起來 我覺得做得不會覺得很奇怪 不會像閉嘴巴的那種感覺 對 Volvo的最奇怪 Volvo的那個蓋子你就覺得很像 它明明那邊應該是網子 可是你卻用個蓋子把它封起來 戴個口罩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這個車不會讓你覺得 它原本這裡應該是一個通風網 卻被你蓋起來的感覺 設計起來比較流暢一點點 所以你要做電動車你要嘛 你就是你車頭設計出來 就是我這裡本來就沒有要做網子 而且它這個燈長得有點像那個ID BUS 它就有點像酷氣兒的眼睛 這個是下面GTX的車型它有鋼琴的烤漆 就是它剛剛那個沒有嗎 剛剛那個比較有點塑膠感 就是不會反光的那種 可是我覺得這個質感看起來也還可以 灰灰的嘛 但是這個看起來是會反光的鋼琴烤漆 特別是在這裡嘛 喔它這個看起來是有深淺的那個排列感 它不是單純的一點一點一點而已 它的尾燈的那個燈泡是有那種 3D的重深的那個 前後的那種 對前後的那種排列的感覺 有雕刻感的地方啦 深入淺出的地方 九淺一深啦 車色圖 魏海藍 星際月顏輝 冰河白 媚葉藍 現在只有四種顏色 五種顏色而已 多一個紅色 君啊 君怡紅 君靈紅 哪個靈 君怡天下 上面叫君怡紅 今天來靈性的 然後你落紅 是這樣嗎 雖然我書念的少 都沒聽過什麼叫君怡紅 我有時候沙毛 取那個顏色 把它怎麼取的 真的很屌 十九吋 哈馬鋁合金輪圈 ID4 Pro S專屬 ID5是20 也是Pro S GTX就上21了 可是不好看 什麼黑媽媽全部都擋住了 哦 輪圈中心四蓋全實正向設計 哇這配重的人 以是啊 勞斯萊斯叫 對對對 勞斯萊斯的配備不簡單 你在你的門板挖一個洞 把雨傘插進去 就是勞斯萊斯的配備 喜歡我幫你挖一個洞啊 任何人都可以有勞斯萊斯 同等級的配備啊 這輪圈還是不太行 現在真的很難得有幾款的 電動車輪圈是看得順眼的 啊有啦 那個MG4我記得上次看好像還不錯 好內裝的部分 你看喔 憨多爐喔 普通 中央儀表蠻大的耶 但是前面這個就有點小了 跟MG4差不多大 比MG4小 真的假的 MG4不是7吋嗎 它是5.3吋 比我的Pro Max還小 真的假的啦 我Pro Max我要戴老花眼鏡看了耶 我氣混燈啦 門把旁邊有氣混燈 然後中後台也有一條 三幅式方向盤以及5.3吋 5.3吋數位儀表 直接放個手機架 然後把我手機架橫 架在前面還比較大 哈哈哈哈哈哈 跟旁邊這個螢幕比起來就很突兀了 就一大一小嘛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嘛 可是它這有特別講 就是它的那個螢幕 是跟著方向盤一起上下上下的 所以它不會擋住 啊我知道 你調方向盤的時候 它螢幕會跟著上 對對對 有需要特別講嗎 你說它已經夠小了 一起上來怎麼了嗎 不是一樣小 而且它能顯示的資訊好像很有限喔 你看喔 它只顯示的上面一條說 Driver Door Open 但真的畫了一台車 然後下面左邊寫了一個 879KM 918462 唉唷 這個續航 918462的話 代表說它充滿大概500左右 我現在電動車很強 懷擋設計 要是跟面圖一樣 12.9吋 搭載MIB4 系統中控螢幕 啊 英文版本 還沒有支援中文 我沒有從國外留學回來 它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改 第四代MIB 心機戰警模組化 資訊娛樂系統 哇 這麼多的語文 難道連簡體中文都沒有 欸這個好像上次拿一台車也是這樣 恩亞克啦 我剛才去恩亞克也是這樣 它們是雙生車嘛 兩個Type C 這有燈喔 還有服務手 後方支揹架 怎樣怎樣怎樣 類吉皮 喔好 這有些ID 那種恰理的 雙前座多項 負記憶迎賓 這看起來是假的 又沒有通風喔 但它有按摩 喔有按摩 涼鈴的你看 按摩應該是震動而已 我覺得現在車子的按摩 好像都是震動而已 沒有那種滾輪的 我覺得滾輪在掉 沒有那種 最好是有那種 手掌處 滾 機場投錢啊 或者是那種投錢 然後會有滾輪的 那很爽 會不會按按按開車看到 OK幫你睡著 太放鬆 啊也不行 車紅線啊 喔有腿拖呢 還不錯 後座空間裡 把人家拍那麼小 應該是前面椅子 弄得很退吧 全國領事的地板 出風口 啊這什麼 第三區的 喔有有有在這邊 哇現在隨便都要做到 山區的橫無空調了 時代在進步了 肥冷脆 灰中 雙色內裝為 ID4的Pro S的 專屬顏色 這跟剛剛那一台一樣 怎麼好像有點像 同塊皮啊齁 大量採購 手把是黑色的鋼琴烤漆 然後上面的手把也是 喔哈門卡登耶 除了出街以外 就是哈門卡登 這麼有誠意 HK捏 其實我也聽不懂 玻璃車頂附電動遮陽臉 不錯 至少電動 ID4動力規格 應該兩個動力規格是一樣的吧 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 ID5的GTX大一點點 然後其他都一樣 基本版的 Pro S的是286P 然後如果是四輪驅動版的 GTX的是340P 扭力是55跟69.3 0到100是6.7秒 5.4秒 他比較多 好不錯了 然后續航履程是WLTP喔 一個是539 一個是505 四輪驅動會少一點 然後充電的規格 CCL1S2 快充功率最多可以到 175千瓦小時 ID5可以快一點 但是他的初階版本 хорошо 對 他的初階版本 會快增低 就是他們的規格 就是有點差 他們的續航履程也是有點差 他的ID5 它把續航履程增加了 它的快充效率把它變慢 保護裝置嗎 我覺得是軟體不一樣 這個有興趣觀眾朋友自己按暫停慢慢看 支援CCS2快充 MVV模組化電動車的平台 來來來 烤牛舌餅 這牛舌餅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老阿嬤你知道嗎 這老阿嬤以前賣他的購物嗎 這老阿嬤以前開車很殺啊 我不知道耶 不行 我現在一段時間看 13年前耶 看是老阿嬤的車就說車購很棒啊 不知道這老阿嬤開車其實很殺 怎麼好二手車商的道路啊 對啊 所以這個廣告以前是有淵源的 所以現在這個老阿嬤又來看新車了 他現在換 有沒有 所以他現在開車很殺嘛 現在這個業務又嚇到 這個老阿嬤怎麼那麼會開車 有沒有 想像這樣 對對對對對 這是有淵源的 酷喔 有成仙啟後 對對對 然後是一連串他的安全的 輔助的配備 這應該就跟剛剛上次的那個 那個 那個很像 AEV 什麼 自己有興趣的 觀眾朋友 自己按讚你看 欸價錢來了 ID4 基本款的169.8 GTX199.8 那鞋背的ID5的 基本款186.8 鞋背的話比較貴就對了 209.8 哇 破200大關了 這都是不把Model Y放在眼裡就對了 動作是塑膠的就對了 原廠也提供一些配備讓你選擇 這就是那個書包 行李置物箱 門檻保護膜 保護膜要賣嗎 橡膠腳踏墊要賣嗎 他說什麼 旅行便利模組 後面吊袋子的也要賣嗎 這感覺小北有賣 什麼小北 淘寶啦 淘寶 防水墊 後箱防水墊 然後門檻是什麼 後箱門檻在那邊 飾板 電動產品不斷推出 這種模組化車款 大家會想嘗試看看嗎 以上就是我們的這個 福斯的首款 電動休旅車 不知道這個觀眾朋友 有沒有興趣 覺得這個現在電動車的價錢 出來直接 就是要跟這個電動塑膠車 不是啦 就是跟特斯拉嘛 相比對不對 大家都很敢開 價錢先開高高的 先看看大家這個感覺如何 Danny Boy 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一下 我們觀眾朋友 他們有三款 算是共生車 Skoda的 恩亞克 恩亞克 然後ID4 然後再來是奧迪的Q4一創 Q4一創 恩亞克最貴是198萬 恩亞克我記得是鞋背的 對 但是它也有SUV的 我知道 我上次試那還是性能版的 對對對 對應到應該是ID5GTX 福斯大概貴10萬 然後奧迪再貴20萬左右 哇 那奧迪更帥啊 可是奧迪的內裝 它是比較屬於上代系統 然後IAT4跟恩亞克是新款 新的系統 對 大家會比較想要 以品牌作為清潔 還是覺得這種模組的話 大家覺得差不多 大家就覺得買差不多就好了 對 如果是三款 大家會覺得 對哪一款比較有興趣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新車視訊 咱們下次見啦